大家好,我是小影,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脸都残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敢吃虾? 海鲜都是法无会刺激她的 活这么大,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 还想不想你的脸好了? 坐在餐桌上,刚包完几颗虾的欢欢 听完老妈的话,脸瞬间就垮了下来 随后她反驳道 法无怎么了?有伤口要吃药的人才不可能吃 会把药效降低的 我又没吃药,脸上只是起了疹子 有点发炎而已,为啥不能吃? 这下轮到昏昏的妈妈开始自我怀疑了 难不成一直以来是我记错了? 事实上,法无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不能吃呢? 法无是中医特有的一个概念 所谓发可以理解为诱发、引发 发物即可能加重现有疾病或诱发救济的食物 发物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普济方一书中 其中列举了生活中74种食物 这些大多属于高蛋白肉制品 其中包含鸡、鱼、虾、羊、海鲜等 这些食物共同特点是富含一体蛋白、组织胺等 对于一些容易过敏或者患病的人来说 这些物质都是诱发疾病或加重疾病的源头 中医学认为 一般来说,发物分为五类 每一种都有代表的食物种类 第一种是菌类 常见为香菇、木耳、蘑菇、草菇等 某些人多吃容易造成气血运行加速、阳气过剩 对于皮肤类过敏有极大的刺激性 第二种是家禽类 比如公鸡、鹅肉、驴肉、牛肉、羊肉等 这些食物对于肝脏负担较大 容易出现病态反应 尤其有肝炎、高血脂、腹泻的人更要慎吃 第三种是海鲜类 通常是蹦肉、虾、蟹、带鱼等水产品 而且海里的水产比河流和湖泊里的水产 更容易造成过敏 因其更为寒凉 第四种是蔬菜类 像菠菜、竹笋、椒白、茄子等 这类蔬菜不具备清热解毒功效 反而容易诱发湿毒疾病 第五种则是水果类 常见的有芒果、桃子、荔枝、银杏等 大部分为热带蔬果 具有致湿热的效果 体质虚热的人 吃大量这类水果 无疑是加重病情 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吃发污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 忌口就更重要了 很多癌症病人不敢吃发污 担心会加重病情或引起并发症 所以积压鱼肉等发污一概不吃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首先发污更多还是民间定义 之所以广为流传 一是缺乏营养知识 把平时见到的现象归结为经验 二是卫生条件差 很多食物都莫名其妙 背上了寄生虫和细菌的锅 所以发污理论并无充足的证据 目前更没有发现 关于发污影响伤口愈合 加重病情的记载和报道 其次癌症是消耗性疾病 癌症病人在抗击癌症的过程中 身体免疫力本来就低下 更需要补充营养 增强体质 如果盲目忌口 高营养食物摄入不足 反而不利于康复 癌症病人真正需要忌口的 是辛辣刺激性食物 如辣椒 芥末 咖喱等 以免引起血热 影响恢复和调养 含点高的食物 如海带 螃蟹等 点会促进组织溶解 使肿瘤破溃 加重病情 高脂肪食物 如肥肉 烧烤 煎炸小吃等 油腻食物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加重患者恶心 呕吐等不适症状 此外还有烟酒 烟酒会加速身体对毒素的吸收 对身体伤害巨大 与注重忌口的癌症患者不同 有的癌症患者喜欢大补 一日三餐离不开人参 灵芝 虫草 甲鱼等补品 需要提醒的是 癌症患者进步要合理 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根据自身体质和具体的肿瘤类型来选择补品 按照恶性肿瘤患者膳食指导 肿瘤病人膳食的标准是合理膳食 食物选择多样化 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减少或限制精致糖的摄入 因此要想补充营养 做到主食多样化粗细搭配 适当摄入小米燕麦 红薯紫薯等粗粮 少吃牛肉猪肉羊肉等红肉 多吃鱼肉鸡肉等白肉 果蔬均衡搭配 每日摄入白菜、西兰花、胡萝卜等新鲜蔬菜500克左右 苹果、橙子、梨等水果300克左右 适量食用豆芽、腐竹、豆皮、豆腐等豆制品即可 是不是发物因人而异? 既然说发物理论并无充足证据 那么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吃了发物之后 伤口愈合更慢 有的人吃了发物之后 毫发无损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空军总医院营养科主任 刘东利表示 伤口愈合速度 确实与吃不吃发物无关 而是取决于感染 组织受压缺血缺氧 以及蛋白质、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是否充足 如果患者营养不良 伤口愈合的速度就会明显延缓 因此总的来说 伤口愈合的速度与发物的关系并不大 相反 想要伤口愈合的快 反而应该适当摄入牛肉、羊肉、鱼肉、豆制品等 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发物 当然 辣椒、花椒等辛辣刺激性发物应该少吃 以免造成疤痕增生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真正不适合吃发物的人应该是以下三类人 一是有皮肤病的人 吃韭菜、香菇等发物会加重皮肤搔痒、红肿、发炎的症状 导致皮肤问题反复出现 二是感冒的人 避免吃牛肉、羊肉等发物 否则容易生痰、引起呼吸不畅、加重病情 三是过敏的人尽量不吃海鲜 海鲜所含的异性蛋白会成为过敏源 造成顽固性皮肤病发作 甚至引起哮喘 总的来说 发物的理论不无道理 但也不可盲目听信 是不是发物因人而异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应该听取医生的意见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正确的饮食条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